在關心高雄新打港柯仔聊市場 每逢週末假期都會有大量人潮 不過受疫情衝擊 業者說生意至少少了三成以上 另外屏東的華僑市場 海產店業者也說業績下滑 快撐不下去了 新鮮雨貨百滿滿 大隻紅蝦活跳跳 手打魚丸現搓現賣 以往銷售一空是常態 但現在民眾減少來猜賣 差三二十三四十都有 以前比差很多 高雄柯仔聊魚市場 每逢週末本該落益不決的人潮 如今受到疫情衝擊 人潮明顯減少業績下滑 攤商真的很無奈 大概有七八十斤沒有賣出 對 就少了五成 現在應該是這個時間是 吃中飯的時間是人擠人的 儘管依舊有家長 帶小朋友出門晃晃 但為了減少染疫風險 宅配服務儼然成為財買首選 客流量減少 聲音也只能隨著疫情變化調整 而同樣受到疫情影響的 還有新大浴缸 於是攤販蓋上帆布餐廳內 一片空蕩蕩沒有客人上門 店家苦不堪言 生理很沒差什麼 差很多 差要幾個什麼呢 不只攤商有感民眾也直呼差很大 現在人潮差了蠻多的 應該是疫情的關係 屏東華僑市場同樣沒有客人上門 生於片店家 生意更是直接砍半 我覺得剩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客人可以做而已 疫情延燒似乎還看不到盡頭 不少店家就盼病毒能控制下來 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傳媒出銷 之前告發的